美妆部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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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妆部罗克正妮宝贝 今天我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的 人生中的恩师 来为我 录制这个短短的 小小的分享短片 今天 主要就是要给大家知道 我自从认识了老师之后 我学到了什么 先让我来介绍一下 我的老师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海报 就是找出行业对手 顾客群 他就是星级讲师 黄靖翔老师 大家好 我是靖翔 我是来自槟城 你可以叫我admon 我就是 社交媒体 这个 这个 创办者 那就是 我教这些学生 教我很多的老板 学生 如何在网络上找到 陌生市场的客户群 好 那么讲到其实一开始 为什么我一接触到老师 也是一个 机缘巧合 那么基本上好像大家也知道我是做部落客 所以我经常都会认识好像很多的就是老板们 那么其实今天就是 我是经由我一个老板兼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是知道要来上老师的课 然后他就一起邀我一起过来 然后也是我就讲可以就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看一看这个市场上原来是有这样的课程 那么当初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我也是有跟身边的部落客朋友分享过这个课程 他们就是觉得 诶 这个课程好像跟我们部落客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讲没关系 我就是来当开开演技 但是呢 当我真正的上了这堂课 我才发现到 原来当我学会怎么样就是找出行业对手的顾客群呢 其实是 尤其是像我这种做部落客的 是起到很大的启发 因为我本身是遇见 真的是很多种行业 然后不同的老板 所以呢 当我知道要怎样找出 就是客人的问题 然后我才可以很好的去为我的老板呢 就是好好的去做到那个宣传的那个工具 所以自从上了老师的课过后 我无论在写稿方面 或者在宣传手法方面呢 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因此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老师 然后也邀请老师一起来跟我分享这个短片呢 然后跟老师分享我这个喜悦 然后我也很高兴就是我可以在部落客的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突破 嗯 是 其实是 我很感谢就是说是 我应该说 我的学生用了我教出去的这些的方法和这些技巧和这些策略 可以帮助到我的学生呢是可以改变到他们 可以改变到他们的生活 可以改变到他们的目前找到客户群的那种的方法 而且最短的时间里面最快速 然后找到越来越多 这是 我很感谢就是说是 我学生都可以做得到这样子 这是我 我这个心中里面的那种喜悦 那 当时候 我记得 Janny来上我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说 因为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播客来到我这里上课 那通常都是有其他的这些的行业 比如讲说房地产的 或者是这个网卖家 但是 Janny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他就问我 老师 我是一位部落客 我可以来上你的课吗 那我就告诉他 诶 你这个是网络的啊 你也是第一位我的 这位学生这样子 做这个部落客的来找我 那 我就说 这个卷子就合适你 因为 以我的方法 以我的方法是 可以是 教会到你快速的在网络上 把人就好像在 从右手 带过来 从左手就是把钱收下来的那种的方式 的那种的策略 结果呢 就那时候 Janny就听了之后 就说 好 老师我今天这样子来上课 是 而且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来上了老师的课 我还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学会怎么样 用Live 然后达到宣传的效果 对 因为我相信 这个Live 应该也是 大家也是开始看到 这个Live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趋势 因为很多个 现在很多老板都有跟我分享 其实我有很多的 就是顾客 他们找我写稿宣传 他们都跟我反映说 他们丢了很多钱 就是Pulse Post 但是我达不到广告的效果 那么 我就学会了 就是老师 用Live的方式 然后呢 怎么样把人引领到来我的 我的Page 然后呢 去通过就是 用这个 Titer Subtitel 还有这个Live Magnet的方式呢 是的 让人更加的 就是来 自己来找我 来了解 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是的 对 在这个课程上面的时候呢 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 我叫Janny 那一刻 因为那时候她面对的 这个就是布洛克的那一种 说 怎么样子把这个生意给带过去 而那时候呢 我就分享了这个 很多的 business model 因为在 就因为在我们的 这个 online marketer的 这样子的生活上 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你不会使用 Live Manet 你如果不会使用 Live Manet 你是很难做得到成交 尤其是把人在网络 尤其是从陌生市场 带到你面前来 然后还要做成交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教 Janny说 你一定要用Live Video 你一定要用Live Manet 因为Live Video 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让你马上可以红起来 让你的video 可以传达到更 更远去 更远去 更加多人看得到 当人家看得到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做成交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 Live Manet 丢出去这种策略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提高收入 而且是在短时间里面 最重点就是说 Live Video 其实在Facebook里面是 免费的 对 所以呢 其实通过我这边 我本身非常非常感谢老师的一点呢 就是 也是因为我有通过做一些影片 还有这些Live的分享 然后呢 让我成功呢 就是 就是受到一个直播平台公司 就是爷爷Live公司呢 就是向众 然后招揽了 聘请了我加入他们的这个主播团队 所以呢 也是因为老师的这个教导有放 然后让到我 就是在 在Live方面 然后在表达 以及在 在讲那个 Titel方面 Sales Message方面 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改进 所以呢 目前呢 我已经是一个主播平台 爷爷Live里面的那个 专属主播 所以呢 我今天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老师 可以 就是让我 就是有在 就是 除了在 布洛克方面 然后在 在技巧 写作技巧 宣传方式 然后 在表达技巧 也是有更大的提升 然后 造就了今天的我 所以呢 谢谢老师 不谢不谢 最重要是 你学得到 恩师大人感激你 所以呢 今天 就是 给大家介绍 他就是我的心灵 人生中的心灵成长恩师 黄敬祥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大家 还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意我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会分享更多的资讯 好 期待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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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